国家教育部建议香港将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合考评体系 有教育家认为中学民朋友是否再切普通话科可以探讨 现在中小学都要修读普通话科 这间小学十几年前推行普教中 每级有两班用普通话学中文 国家教育部建议将普通话教育适度融入考评体系 令中小学可以连贯銜接 小学生又怎样看呢 因为全部都学过来所以不怕 喜欢 因为我懂普通话 校长认为学习普通话和简体字对学生发展有帮助 但如果普通话纳入考评体制 小六生升中之前的学科测验 除了要考中英数之外再加普通话 担心会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老师和学生要重新适应 本身已经是这么密密麻麻的时间表 如果再加两件事 我觉得暂时是否有这样的需要呢 以往中学会考 校生可以选收普通话科 但到新高中学制就取消了 日后文彭市是否再设普通话科 有教育界认为可以探讨 他说九月的新高中中文科经修订之后 不再考聆听和口试 有空间可以考普通话科 是考不试或口试 仍然有讨论空间 无线电视记者萧穎妍报道 好 好 好